吉隆坡市政局以鼓励民众搭乘公共交通为由 昨天开始大幅调涨首都市中心和闹区停车收费 将原本每小时50千的停车费 连番三倍到每小时两令吉 而且落实限停两小时的措施 让民众怨声载道 怒斥新政策让文不变 每小时50千的停车费 这两个人是两个人 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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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说过了承车 承车费是在KL 你承车费我没有任何对它 因为KL是承车费 你需要承车费其他国家里有 但是这些是套路了 有些人承车费的 套路上的KL 你不去承车费 你不用承车费 我必须承车费 然后你找到每个人生气 没有人想费 然后这些都会影响 每个人的行业 这些是他们的脑子 除了消费者不满新政策 就连商家也担心 昂贵的停车费 让消费者却步 不再前往征收 高昂驳车费的地区 甚至会因为额外支出 而谨慎消费 减低购买欲 进而影响商家生意 部分民众认为 政府希望民众善用公共交通 最关键的应该是 做好公共交通规划 而不是以调高停车费的 高压手法 威逼民众使用公共交通设施 此外国使用公共交通设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